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大家观看我们的足迹探索世界 今天要带大家飞往哪里呢 新加坡海峡与印尼遥遥相望 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今天跟着世界足迹 我们即将前往新加坡 情千四万里 新加坡还有哪一些特色呢 我们听听乐手怎么说 今天我们要先看一下 跟新加坡有关的数据喔 好 第一个数据是什么呢 163.63 大家都知道新加坡是个很 迷你迷你的国家 对不对 可是它还是有第一高峰喔 是喔 对 你看新加坡的本岛 The Bukitima 3 海拔有163.63公尺 是新加坡的最高点 那其实它的高度跟台北 新一区的巷山差不多 那Bukitima 3 距离市区只有十公里 那里面还有个Bukitima 自然保护区喔 那它这个就是新加坡人 假日接近大自然最棒的地方 这就是今天要介绍给大家 新加坡的特色 你看 小龟小孩是有这么大 这么美丽的自然景观喔 我们现在要来介绍两队来宾了 首先欢迎星光闪闪队 大家好 我们是星光闪闪 星光闪闪队是由部队长闪亮亮 雨婷和安真佑所组成 平时忙于演绎工作的她们 对于新加坡会有什么样的认识呢 她们今天的表现如何 让我们拭目以待 欢迎你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1号 我们欢迎这边是推陈初心队 嗨 大家好 我们是推陈初心 推陈初心队是由苏玉智 邱玉伦 张佩提所组成 其中苏玉智和佩提 拥有丰富的参赛经验 希望今天能继续保持亮眼表现 好喔 加油 欢迎展队 加油 好 赶紧进入第一单元 数据看国家 数据看国家 透过五个数字 了解一个国家与地区 地球中浮现的数字线索 延伸出题目 率先抢达到 并答题成功的队伍 即可破得一分 首先来看一下 有哪一些数字 跟新加坡有关呢 第一个数字是 3.2 新加坡河 河 全长只有3.2公里 虽然不长 可是呢 在1819年的时候 有一位英国的爵士 在河口登陆以后 就开启了新加坡的经济发展 请问 是哪一位爵士 1.皮爷 2.莱佛士 3.叶夫根宁 4.内梅特 请抢答 好 告诉我们答案是哪一位爵士 莱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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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用猜的吗 还是2.2 不是 我们家御伦真的知道 到底是不是2呢 在1819年 这位爵士在新加坡的河口登陆 在他的免税政策下 新加坡港吸引了许多的外国商船 河的两岸也逐渐变成了 新加坡的商贸中心 是 是新加坡经济发展很重要的基础 所以这位爵士 是对新加坡有很大的贡献 他就是 史莱佛 谁啊 谁啊 莱佛士 答案就是阿莱佛士 对 答对了 恭喜 谁要史莱佛士 马上进入下一题了 好 数字是 更小了 新加坡四面环海 对不对 和西马来西亚非常的接近 对 最靠近的地方呢 只有相隔1.2公里横近喔 請问 隔开 新马之间是下列哪一个海峽 請讲吧 好 讨论一下喔 四个 三个海峽 一根海 我在猜 因为既然都有马 新马 应该就会有马这个主要 请问 星光闪闪都有了吗 有 2 2 马六甲 你确定 到底是哪一个海峽呢 我们请洛勺来解答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地图好不好 好 所以你看 你看 这边是新加坡 上面是马来西亚 那它的东边可以看到是 南中国海 西边是 马六甲 對不對 所以呢 它原两个中间是 柔佛海峡 所以呢 不好意思 答案是1 楼佛海峽 金光闪闪没有答对 是不是 是不是 馬上进入下一题囉 數字是多少呢 63 新加坡本身是一个岛国 还有许多的外岛啊 小岛 大大小小加起来 总共有63个 請問 最大的外岛是哪一个 请抢答 2 因為其他的我都没有听过 我只有听过圣堂山 對 好像都有听过圣堂山 那应该是最有名的 但是 你继续也觉得有陷阱 好啦 这次二人啦 好 通常都蛮有名的 有确定吗 这一座岛屿呢 位于新加坡的东北方外海 是一个军事保留区 它目前面积是 24.4平方公里 为什么说是目前 因为它还在逐渐增长之中 扩大中 对 因为它是 新加坡武装部队的训练区 岛上目前没有常住人口 它就是 德光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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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可惜 对 答案就是3 德光导 好 下一题呢 数字是什么 85 85 新加坡有一种特殊的住屋 全国有85%的人口住在其中 请问这是哪一种住宅呢 一 公屋 二 国民屋 三 祖屋 四 社会宅 来 请抢答 她就好像就说 我知道... 好可爱 好可爱 四三 祖屋 祖屋 那你是不是 一轮说的祖屋呢 我们请洛少来解答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 這種住宅 是由政府自己规划 自己招标 建造的平价房屋 是 那新加坡剛剛建国的时候 房屋数量严重的不足 所以政府成立了建屋发展局 来盖房子 规定国民强迫储蓄 鼓励人民分期付款买房子 那目前新加坡的房屋自有率 是全球第一的喔 真的喔 对 然后这种房子就叫做主屋 所以答案是三 恭喜你们答对了 耶 谢谢 谢谢 这边再做一个补充一下 好 新加坡慈祭志工每个月 都会到比较贫困的地区 探访经济有困难的民众 或者是独居老人 了解他们的需求 并且提供协助 那所以在第二单元的时候 我们会继续来关心这个议题 是的 看到那么多方方格格住了很多人 对 对 所以就有些人可能过得很好 有些人就比较辛苦一点了 好 没关系 第二单元我们会继续了解 下一个数字呢 是什么呢 十九 我们要先来看一下两个选项 来 看一下 一是格局院 二是修道院 新加坡有一个赞美广场 里面现在就是餐馆 咖啡厅 而且只在晚间营业 那广场里面的建筑呢 从十九世纪就存在了 请问 当时这栋建筑物 好 建筑物是作何用途 请抢答 一或二 请告诉我们 雨婷 是 如果问我的话 我会觉得 应该是修道院 我也觉得是修道院 应该会战乱吗 大家应该不要讲 十九世纪是整个地球 都非常多战乱的年代 的世纪 所以大家都很虔诚 对 都会希望心灵霍的反径 在美主嘛 到底是歌剧院 还是修道院呢 我们一起来解答 十到三 一 二 三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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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修道院 没有错 因为这个地方呢 外形 优雅的赞美广场就是新加坡 政府明令保护的重要历史古迹 是 在十九世纪的时候 原来是一个修道院 后来也成为教会学校 现在呢 则保留了教堂的部分 为新人证婚 另外还有餐厅啊 咖啡馆 手工艺品店 现在就是新加坡人 享受夜生活的好去处 答案就是 二 修道院 恭喜 恭喜 好 从刚刚的题目 我们可以看到 新加坡在世界舞台上 拼出了一席之地 对 但是社会福利 还是有一些没有办法 顾全的地方 慈继之工 就来补足这样的需求 第二单元 我们会进一步来了解 但是首先 我们要来看一下分数咯 请问分数是怎样呢 好 现在的分数 星光闪闪队 总共有一分 好棒喔 然后 推陈初心队 总共有 两分 好厉害 现在的分数 我们马上进入第二单元 世界大发现 世界大发现 请仔细看VCR 屏幕将从影片中延伸 率先抢达到 并答题成功的队伍 即可获得一分 我们首先来看 第一段的VCR 小而美的新加坡 有花园城市的美名 高达85%的国民 都在被称为 祖屋的公共住宅里 安身立命 带着三个孩子生活的君香 也是其中之一 她原本是全职的家庭主妇 拥有幸福的生活 2013年 丈夫病逝后 她的人生也跟着转弯 未来的路程 怎样我也不知道了 整个人崩溃了 也不想做 也不想理他们了 小孩子也不理了 君香是马来西亚人 亲友们都远在马来西亚 因为担心她 因此打电话 请新加坡慈激人来关怀 当时君香正处于低潮 不想面对任何人 也不愿接受任何援助 跟我们讲话 当然是也没有什么回应 但是我们看了也是挺心痛 当时就有去跟她了解 是不是我们要来跟你帮助 后来她就一直拒绝 我们就跟她说 我们不帮你 我们尊重你 但是我们可以做朋友嘛 给予尊重 不勉强的无私关怀 慈激志工的温暖 从不间断 几个月后 君香因为无力负担房贷 不得不把原本的五房式组屋 卖掉 改买较小的三房式组屋 这时候慈激志工 主动帮忙搬家 减轻君香的负担 也让她终于卸下心房 慈激志工真诚的付出 打开了君香禁闭的心门 让她愿意重新相信生命的美好 主要说日久见然心 真诚的关怀一定可以让对方感受到的 好 在进入题目之前 我们今天第二单元的游戏规则 有一点点不一样 因为我们今天里程数是3163公里 是 所以进入第二单元之后 你们只要答对一题 就多一倍 答对两题变成多两倍 好 请问 君香起初拒绝援助 慈激志工决定怎么做呢 请讲答 好 谈论一下 刚刚影片中是说帮她搬家 做朋友 对 刚刚有看影片的话 就很清楚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1跟2 答案是 1 到底是不是1呢 我们请看解答Visa 她说她不要 当然我们都会不忍心 虽然她拒绝我们吧 我们就跟她说 我们不帮你 我们尊重你 但是我们可以做朋友嘛 恭喜答案 恭喜答案 我们马上进入下一题 君香 因为什么事情 终于对志工卸下心房 请讲答 好 我要先考验一下 考验一下 影片有中的对不对 因为她从 五盒式的那个组屋 搬到三盒式的嘛 对 所以是什么呢 搬家 二 二搬家 我们请洛少来解答 好 丈夫往生后不久 君香因为负担不起房贷 不得不把原本较大的组屋卖掉 改买小的组屋 那慈激志工主动提议 帮忙搬家 是的 想要减轻君香的负担 这也让她终于卸下了心房 所以这题答案是 二搬家 恭喜 恭喜 谢谢大家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段影片 请看 79岁的黄秀珍阿嬷 一个人住在三房室的组屋里 她因为脊椎疼痛 无法工作 希望出租空房维持生计 可是家里累积的杂物 成为最大的阻力 新加坡慈激志工 每个月固定有一天是慈善日 会深入阻屋 但是需要关怀的人家 因此发现了阿嬷的需要 每一个这样的一个长者的体力 来应付这些大大小小的东西 蛮重的 所以慈激人就抱着说 为一个长者的服务 我要用筹码的 要用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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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筹码的阿嬷 许多物品都舍不得丢 志工们经过两个小时的耐心沟通 仔细分析每件物品的使用性 才终于让阿嬷设下不需要的东西 可能对我们来说不太重要的东西 可能是对婆婆来讲很重要 所以在过程中也学到说要尊重 尊重一直是慈激志工 在关怀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也是双方沟通的基础 经过了长达九个小时的清理 阿嬷家终于焕染一新 独居的长者总有许多不便 刺激志工的尊重与关怀 让阿嬷重拾笑颜 各位刚刚看到一定有你们 心生什么样的想法了 像我自己也有奶奶 那平常爸爸妈的工作其实也是很忙 奶奶也是一个人在家 对 那其实没有人去陪伴她的话 常常有些会觉得很孤单 不只是老人家 我觉得任何人都一样 对 所以如果当你觉得很孤单的时候 有人跟你说一句话 或是帮助你一件事情 你就会觉得非常感动 原来我还是就是有存在的意义这样 还有人关心就好 对 佩婷 佩婷 就是 因为我曾经就是在国中的时候吧 有去做就是疗养院 然后去帮忙那些家福这样子 职工 对 职工 然后其实 有些阿嬷他们 阿嬷阿嬷他们在那边坐着的时候 我会觉得 他们需要的是人家的去关怀 你简单的几句话 他们会觉得很感动 对 就算只是很简单就说 你吃饱了吗 中餐吃了没 他们其实就会觉得有被人家关心 对 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 只要有人在旁边给你一个拍拍 就觉得好温暖 对不对 是的 泪光赏赏 现在的社会其实都是越来越老年化 对 所以他们现在看到他们 未来就是看到我们自己 所以觉得趁现在有能力 我会想要多照顾 不管是不是我身边的亲人 我都会希望能够帮助他们 让他们开心 这就像是我们拿着一只蜡烛 虽然光很微小 可是大家都拿着蜡烛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很大很亮的光 对 好棒喔 两位有没有不错 老人家他们要的只是互动 他不一定需要说 你要每天怎么样怎么样很喧哗 他不需要 他只需要一个简简单单的 你好 或是今天你好不好 一个很简单的慰问 很简单的拥抱 他们就会很开心了 我觉得这些世界志工师兄师姐们 非常棒这样子 不断地在世界各地 不只新加坡 这样陪伴我们的多居老人家 然后甚至于就是一些 比较需要帮助的家庭 我觉得这是我们能够做出的 很大爱很大爱的行动 其实我们在做付出的时候 通常是不求回报的 我们不会想说 我们付出爱给长者的时候 他要回应给我们什么 可是我们真的很想看到他脸上的 那个微笑跟心中的温暖 希望我们大家 持续去做关怀的这个部分 好 题目来了 请问 阿嬷为什么需要清理家中的杂物呢 一 儿子要回来住 二 想要出租房间 三 想要做资源回收 请抢答 好 答案是什么 二 二 想要出租房间 想要出租房间 到底是不是想要出租房间呢 阿嬷一个人住在 三房式的组屋里面 她因为背痛 无法工作 所以希望出租房间来维持生计 所以答案就是 二 老婆姐 谢谢 谢谢 快来出两个妹 好 新加坡呢 我们刚刚看完了这个国家 虽然富裕呢 但是还是存在了一些 需要关怀的角落 所以我们很感恩慈继志工 他每个月的慈善日呢 都能去到各个组屋去关怀 也能实际发现民众的需要 好 我们来看看 乘以三倍 乘以两倍之后 两对的分数是怎么样呢 我们请我们的手 好 推陈出新得到了三分 3分 星光彩彩也得到了3分 平手 對 代表你们平手 今天两队都可以得到里程速喔 恭喜 但是 是因为两个队长面前的里程速不同 对... 拿出楼... 对 因为刚刚推陈出新队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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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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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好 欢迎再来 新加坡的慈继志工呢 从1987年就已经开始展开慈善工作了 慈继新加坡分会也在1993年正式成立 提供当地民众需要的关怀 在2016年的6月开始呢 新加坡的慈继志工每个月固定一天作为慈善日 深入社区去探访贫户和孤老长者 实地发现他们的需要 今天呢 我们再度看到了新加坡不为人知的一面 当然有好的历史的那个部分 也有我们看到需要关怀的角落 那下一次我们要到哪里去呢 请继续跟着我们的足迹探索世界 今天是万里 拜拜 拜拜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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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是大姨家的 谢谢 我们下车呢 持人